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講的這宗新聞是關於強姦案的 事緣是我剛剛睡醒看到這宗強姦案 看到有點醋醋的 立刻錄一集來屌下他老母 標題是這樣寫的 日本大學生性侵了四個女高中生 他是這樣說的 他是說要趁著自己 還未成年就要盡情強姦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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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民呼籲廢除少年法 說未成年是否可以為所欲為呢 說有一個日本大學生 在2019年到2020年期間 他趁著自己還未成年 先後強姦四個女生 這四個女生分別都是高中生 十五至十六歲 他就是密識一些女生 然後利用她們的同情心去犯案 調查期間甚至承認自己 趁著自己還未成年 就可以盡情強姦 因為在判刑中 會減減或判很少 打算到了20歲法定年齡 他便會收手 不再強姦 日前 日本地方法院判他入獄五年半 但是這件事引起社會關注 有大量網民質疑男生犯案 根本有足夠判斷力 就要呼籲廢除少年法 直指目前判決 沒有辦法彌補四個女生 所受的傷害 其實什麼判決都彌補不到 這個大津地方法院 在這個月的25日 審理了一宗性侵的案件 就是強姦案 什麼性侵 你不要強姦 你不要強姦 你不要臭屑 引起網民的關注 長濱市有一個現年二十歲的男人 原本是大學生 去年被控強姦了四個女高中生 但是他犯案時還未成年 所以法官強姦了四個女 他只能夠判他五年半有歧途刑 我不知道他在日本有沒有扣 所以其實如果你除雲 強姦一條女有錯年紀 我屌你老母警察 撿人贏這個混蛋 香港都有這些事情 屌你老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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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明白什麼法律 看過屌你老母 案情就說 2019年9月 至2020年9月期間 即一年裏 這個犯人在街上 分別向四個 十五至十六歲的女高中生 說謊 立即單車 霸胎 希望這幾個女生幫他 利用這些女生 一時好心 把她們帶到暗處 強姦 而最令人發指的地方 就是 在案件審理期間 這個檢控方 檢查方 不是檢控方 就說這個男人 曾經作供 因為基於少年法 所以他想趁著自己 還未成年 不斷強姦 強姦 強姦到自己二十歲的時候 舊情 他就收手了 檢控方質疑 這個男人有計劃犯案 而不是一時衝動 辯方 庭上 未有就控罪 提出異議 但呼籲法官減輕刑責 求情的時候 被告父親已經承諾加強監督 我跟你說 這什麼辯方律師 你怎麼幫這些人 你都是陷家慘 死絕全家 垃圾 垃圾 你明知他是有做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被人奸 我不是你女兒 你這樣說 臭屍 做什麼律師 吵你老母 並且說 他又會搬屋 等被告 永遠不會跟受害人接觸 吵你老母是要接觸夠 因為 有吵你老母 臭屍 垃圾律師吃屎 律師讀那麼多書 讀屎片 那樣 吵你老母 那 被告 謝罪說 曾經踐踏了這幾個女生的善意 並且作出道歉 不過 這個裁判長 應該是法官來的 裁判長 他們叫裁判長 那 又說 這一個人 即是這個 全家產被告 密室的女生不斷犯案 他的行為 對這四個受害人 造成永久的身心困擾和傷害 即使求情 都沒辦法逃避長時間的監禁 最後 判他五年半有其徒刑 執人贏 吵你老母 你奸四條女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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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現在法定年齡 就是二十歲 成年 換言之 這個男人犯案的時候 他未夠稱 雖然 日本政府 已經在2018年 修改了法律 將成年的年齡 由二十歲 降到十八歲 但問題就是 他二零二二年四月 才生效 我覺得有點奇怪 你不是要 你不是要 那條線要一致 吵你老母 大糞了嗎 未成年 吵你老母 昂糕 十四歲 十三歲 已經知道什麼應該做 什麼應該做 吵你老母 我有試過小時候 有沒有見過強姦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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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群藝衫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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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 全都是昂糕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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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賤種之種的賤種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吵你老公 他說去不吵你老母 當地人家常常在爭吵你老母 到底應不應該被 這些筆乳少年犯 逃過這樣重的刑責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那麼那案件出了 判決 出了爐後 有網民就問 尤其是這些性罪犯 你做這些事情還說什麼的少年兒童 你懂得屌犯,那麼厲害,屌犯你老母臭犯,還說什麼兒童 而你老母,昂舊彈出彈入 這樣就說,這些是很嚴重的罪行 應該跟性人量刑看齊,對呀 如果這樣說要拿平衡的話,應該就是某一些罪行 譬如你很小事那些,偷朱古力那些,難道你有判重他嗎 但你屌犯你老母,這些是很嚴重的罪行 根本就不認同,你應該某一些特別嚴重的罪行 就不應該有少年法這件事 譬如有些屌犯你老母,是很輕騎的 譬如你偷下單車呀,偷下朱古力那些屌犯你老母 那些你就少年法咯 但你那些強姦殺人那些,屌犯你老母,那些港版的少年法 別人忽犯,屌犯你老母,那些傻狗 然後網民也是,在社交平台那裡呼籲當局 應該馬上廢除少年法 甚至批評這些少年法,根本就是助長犯罪 對呀,說得對呀 屌犯你老母,坐在這麼小事,屌犯你老母,當然去 就像我認識的那些人,他為何運毒呢 他就是屌犯你老母,似著自己 屌犯你老母,15歲 我衰了,屌犯我拍YP 屌犯你老母,都不會拍我好正 譬如你大過要坐多些,如果你舊那個年齡要坐多些 甚至乎有些人屌犯你幾百刻拍你TC 撿屌犯,屌犯你老母,那些屌犯 大人擺這些人,香港也有 繼續說下去,不能拉那麼遠 譬如這宗案,那個人是大學生 其實他根本有足夠判斷力 在被害者的角度看,屌犯這個人 五年後就出來,這件事其實是很可怕的 還有那些受害的女生要面對一身的陰影 判五年,其實那個兇手二十五六歲就出來 但是你毀了別人一身,你老母 而且就說這些少年法根本就是保護被告的 甚至乎連媒體都不可以報道 那個被告的名字,報道他的樣子 令到這個少年犯是可以隱藏身份 令到他的犯罪成本是比之前更加低的 不是比之前更加低,其實我覺得他寫得有點奇怪 總之變相就是鼓勵青少年犯案 我如果聽他這樣說的話 你這樣是很奇怪的,其實應該報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衰老強的就要切了他 你衰一次就可以賴衝動而已 你坐完牢,都說勉強給你改過自身 其實我都覺得,屌你老母是不應該的 不過你說,可能有些人不知怎樣喝醉了 屌你老母衰一次本次 屌你老母,你可以賴衝動 你可以說是衝動 那你坐完牢,你都說要改過自身 但是這傢伙,屌你老母耕了四個 你是不是應該要切他老母衰啊 講經嗎?這些人不想配有賓州 會不會少年發不來問題 屌你老母最要緊要切他 屌你老母如果不是公道嗎 那些傢伙,跟我說什麼強姦犯都要有人權那些人 去撲街啊你們 要是被人奸那個不是你女兒 不是你老母 屌你老母 那些虛偽偽善垃圾賤種 屌你老母,強姦犯就不想配有賓州 就應該切屌你老母衰 那今天屌你到來這裡 說屌你老母衰 沒什麼特別 那這少夠吧 如果中國節目可以去地方的頻道 那下次見各位網友 拜拜